我上个月白天工作晚上跑外卖 说这龙一天快 我很快就能赞给我去你的家 哎呀平安哥哥 你这样也太辛苦了 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跑外卖了呀 你半年钱得上车祸 我现在都还后怕呢 其实你不用这么辛苦的 不管有没有钱 我林蓝蓝都会加给你的 嗨我命大 那么严重的车祸都没有我命 蓝蓝我肯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平安哥哥 其实 其实你不用那么努力的 我家里有一百多个亿 一百 一百多亿 对呀 这一百多个亿只是我家的副业 我家那是补武世家 加成我供三百年 去江南顶级补武家族之一呢 补武 别开玩笑了 老大爷 居然是真的 陈先生 这是叶家给您的见面礼 一百万 哦 这应该是我爸妈给您的见面礼 你这时候再把偏偏偏偏 这 这 这不被合适吧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收了钱 离开我女儿 你们 你们 抱歉 我做不到 小伙子 我欺赏你的骨气 但林兰 是我叶家的嫡女 又以江州 暑假以为婚约 暑假三百年 前的老鼠 那可是几乎亏见了 先到的五道千人 高手 楚少更是当代的五血千娇 你拿什么和她比 又拿什么保护林兰 我 我不懂什么孤悟 我只知道我不能孤悟林兰 我就算赔上天 我也会保护林兰的 我也绝对不会 你看平洋狗狗的 什么叶家 什么楚家 我都可以不要 你拉 半年前的车祸 你为了救他 你已经耗电了公列 四岁三天 公里大 在你姑姑的全家 涨价的希望 你现在 还要扔军下去吗 若非你爷爷 警惕整个家族的压力 你早又失去了进程复杀 今日 是你爷爷 给你定下的最后期限 再不和他分事 你真想气死你爷爷 然后被逐出家门吗 林兰 云兰 原来那不是猫 林兰哥哥 林兰哥哥 失血过多 没法救了 我没后事了 不 林兰哥哥 不一定要救你 林兰 你婚了 你谁要会投资 你的丹田内力 推增五丈六五 你会死的 你快点上 快点上 妈妈救你了 到底要请你活命吗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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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当时医生说 我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凌兰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女儿为了救你 付出了十余年的苦衷 那可是她跟着她爷爷 吃了十几年苦 才修炼成的 球机 一招全部散尽 就落下个 难连睡眠 五丈地伤的下场 你 配得上她吗 凌兰从小的梦想 就是成为五道中师 你的梦想 因为你 彻底断说 你 不要再跟凌兰哥哥压力了 是女儿不孝 辜负了爷爷和你们的期望 但无论如何 我都要和平安哥哥在一起 好啊 好啊 好一出 秦深四海的戏码呀 既然如此 我看不妨给他一次机会 叶叔 若是今日 不让这个小子知道点鼓舞者的厉害 恐怕他 会一直纠缠不清的 是什么 你们小孩什么 啊 老爷 今天你得死到这儿 谁 你也不是小儿子 天狗的 陈平安 你就只会躲在凌兰的身后 靠她一个女人来保护你 够了 连一个楚家打扫 愿者下人都打不过 你还要坚持和凌兰在一起吗 我不放弃 罢了 今晚是凌兰爷爷的寿宴 你若有能耐 拿出证明自己能力的寿宴 让她亲自点头你二人的婚事 那我就支持你们在一起 你怎么来了 我往你的卡里打了点钱 我爸妈把我的卡停了 所以就剩十万块钱了 你去买点东西当顺利 心意到了就好了 哎呀 他们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啊 你先回去吧 嗯 我这么把自己打扫 谁在墙上打出一个权益 谁在墙上打出一个权益 谁在他们故事下的威力性结构 这一时代是 越南为了救我 耗尽功业 背负大手 全被家族洋包对我安装入战 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让步正常 行照 这是鞋爱留下的搬运盒 怎么在发工 小燕燃 我已登入华城 早晚换运盒 而你带领的玄天地府早晚也被收回下 你就不要付出顽抗 哈哈哈哈 休假 重将士们 随我誓死奋战 不愿臣服的话 那就只有此 行了 这什么情况 太行 谁在我家开会员游戏了 谁 是谁 大大崭子 基本会是本尊 这也太逼真了 这是游戏吗 身躯伟岸 一只神力便可画了这神镜 这 这难道就是古书周记载的古神大人 燕燃 拜见古神大人 多谢古神大人 救命之恩 不用客气 举手之道 古神大人 救我们全天帝国于水火之中 对我们恩仲如山 燕燃运献上上古神话古堡 古指山 万年人生 和上古神兽麒麟 一条感谢 不用那么客气 既是救命 本就是我心之所愿 这游戏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还送我礼物 可是我现在没心情玩游戏 古神大人 果然大意 这还真有啊 这雷火灵声 乃是极品的灵药 不下后即可转为雷火圣体 将会掌握这天地的火焰和雷电 掌握雷火 这天地可真是 只是这麒麟 尚在荒谷境地 待小女明日把她牵出来 再献给古神大人 竟然还真有 这游戏里的东西能化作食物 那我岂不是无敌了 太好了 灵兰 等着我 那我那我 我 还真有用 我别抢了 全别玩了 你老子给我出来 这破裂 来个上手的地 看 三千位是吧 是我们 文明啊 你就是个窝囊费 红的叮当 还想跟土上谈你 还想去什么豪门盛宴 闷都没有 楚天忠干什么 没错 我们就是收了 特意来收拾你 老老实实的离开夜行来 别整天做着乱 吃天鹅肉的美梦 更别想去什么盛宴 你 没那个资助 那你想怎么样 把这个玩意儿带上 离开 以后不准再靠近林兰杖 否则的话 老子打到你的周角 这东西 可是处创 穿不头外地给你定 强奸犯 所以我 在 你的定位 我们随时能看到 你若是靠近林兰小姐 三十公里以内 警报一响 你的狗命就完了 起个怠惹 我要说不 你有资格说不 你这个废 没钱没事 连楚少的吓人都打不过 不过就是想靠着 凌兰大小姐吃碗饭吧 这 哥 教教 豪门不是这么搞高攀的 听说 这废物今天被楚少下去 打了痛醒下队 要不是叶小姐 看不下去 他早被打死了 太不容易了 为了救他那伤 攻击倒退 现在还是被他对抗叶下 你还真是个磨囊费啊 看这叶小姐有点 拼了命也想高攀 你也不想想 叶小姐为了你 受了多少倍 背了多少屈辱 现在 你还想到手啊 那我让你瞧瞧过这一圈 二十件的宫女 你欺负欺负的 可师兄这一圈 足够打了你脾脏落裂 最起码 医院差半年 这到底是什么武功啊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有武功又如此威力啊 其实武功自然是做不到的 我这是仙人 光是这雷火铃声都有如此威力 你欺凌一出 我就不信寿宴上 谁的礼物比我还强 另外 这次我又让所有人知道 你的选择 没错 你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祝老爷子 寿比南山 祝爷爷扶入高台 我给你那十万块钱 你买什么礼物啊 那十万块钱 没花 不过这寿礼我留一准备 不是 今天可是我爷爷的大寿 我爷爷从小就把我捧在掌心 这十万块钱 已经够寒颤了 这个时候 你就别想着省钱了 陈平安 十万块钱的寿礼 你都让明兰给钱 你这个废物 还真有脸赶来啊 我这傻妹妹给了你十万块钱 你怕是这辈子 也没借过这么多钱 忍不住卖下来 夸了吧 哈哈哈 这就 林兰小姐不够工业大退 有救的男人 没武功就算了 连礼物都买不起 来丢人的吗 林兰小姐对她如此恩重如山 这废物竟然两手空空 来参加叶老爷子寿宴 赖蛤蟆小吃天鹅肉 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住口 谁敢侮辱我平安哥哥 别被我不留情面 林兰 我看你还真是 被陈平安这个废物 被迷惑了心智啊 叶林兰 你真是瞎了眼 放弃了丑少 在外面养了一个废物 自己丢人下眼不说 还敢带到爷爷的寿宴上来 你真是想让爷爷 论为全程的笑柄吗 没想到堂堂叶家大哨 竟然也是个 你竟然是你怎么还敢追嘴 我叶家容不得败高采低的人 你再胡言 叶家精神人争夺资格取消 这 平安老夫知道你是个老实忠厚的孩子 但林兰是老夫最疼爱的孙女 她为旧 大师元气 公务力倒退 老夫怎么相信 有护他未来周全的能力 叶老爷子 今日我为您准备的寿礼 自贿什么意见 一个废物 敢在我和楚少面前谈寿 少爷 听闻爷爷 喜欢名车易寿 我呢 略备薄理 现在想一辆 全球限量款的兰波吉尼 王爷爷笑吗 这可是全球限量马号车 价值五千万 夜寿出手果然阔绰 不止 这还是特出定制版 你看钥匙 上面有防弹标记 这居然是防弹车 王玉兴呢 恐怕远在奢侈价值之上 看见了吗小子 什么才叫世家敌 就你那几百块钱买来的地摊库 可别来污了我爷爷的眼睛 你 怎么 郝妹妹 你自己选的吧 垃圾 算不出向上的寿礼 难道要怪我吗 不错 金晨 你有心了 谢谢 怎么样 陈平安 你现在的心里头是不是已经羡慕 嫉妒的快要发狂了啊 毕竟啊像这种顶级的豪车 车上随便一块漆 都够你这个废物干一辈子 这一车 在我看来 你拉起我 什么 口气不小啊 我这豪车可是价值上千万 你张口敢说它是垃圾 那你这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废物 岂不是连垃圾都不如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好你陈平啊 你小子真是要把天都吹破 既然你看不上叶少的黄蛋豪车 好啊 那么今天粉少就让你这个穷酸粉 好好开开眼界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 瞻音嗜毒高门显贵 来人 诸位 此寿乃是海外一种名曰 金刚 皮肩肉供地道虫 可抬起百金巨石也可 但这三胡 秦州特降此金刚献给老爷子 恭贺老爷子福寿安康 兽 南山 这金刚果真可怕 恐怕十来个人都不是让人对手啊 传闻死一兽 极其难养 需顿顿未养 人生灵芝这等名贵药材 才能断出百金巨礼 假之何止十个亿出家集园 当真同 好 就当真做书书买 有好书书 叶老爷子 您喜欢就好 陈平安 怎么样 他的豪车看不上 我的 呃 是有点吵 说啊 但跟我的秀里相比呢 只能说是山野畜生 露不可爱 这 他疯了吧 见来力大无穷的一手金刚 都敢成为俗 这妃子 浑身上下就剩一张嘴硬了 金刚 一巴掌就能给他拍着你吧 陈平安 够了 嗯 这么说来 陈平安的眼睛 比我老头子高的多了 陈平安哥哥 你别说了 爷爷都已经生气了 我知道 你肯定是准备了受理的 但是 咱们那十万块钱的受理 怎么比得过 这价值接近十个亿的金刚呀 你放心 他们的礼物就算加在一起 也比不上我受理的意思呀 哈哈哈哈 陈平安哥哥 我爷爷他向来赵 你可千万不要送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呀 一个乞丐一样的人 他能送什么东西 我猜啊 可能就是什么乡下的 烂菜叶子烂果子 拿出来 可就真让爷爷 如未传承的笑评了 不许侮辱陈平安哥哥 行 既然 你这么相信这个乡子 那不如 我们赌一局吧 做什么 就赌 你的受理 价值能不能占 我和楚少的价值之上 你要是输了 他和他父母在叶家 所有的财产和股份 全部归我所有 他就差 你要是赢了 我就放弃继承人继承权 供赢你身位 您懒 不能赌啊 分明是必输之局 但输了的话 我们在叶家 真的就一无所有了 你平平平安那小子 怎能和叶俊全去行走比啊 少背货 敢赌吗 啊 古神呆 麒麟已经送了 嗯 这赌注 我今天要来接 陈平安 你疯了 哪来的赞子 敢拿我们来打赌 你太让我希望了 平安哥哥 你别冲动啊 放心 我的兽子 举事物上 那 神兽麒麟 哇 哈哈 上古神兽麒麟 电视剧看多了吧 我的妈 什么脑子有病啊 这是自己知道没钱 就干脆装疯卖傻 想让老爷子可怜可怜他 平安哥哥 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 发烧的不说不话了 陈平啊 你不会真的 是在百日做梦吧 真的 笑死我了 还麒麟 哇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这样 你要真的能拿出麒麟啊 我 一马认输 还给你磕头赔罪 你要拿不出麒麟 叶琳达 和他父母的一切 可就都归我了 他们明天 就可以生大些了 哈哈哈哈 我举着主家之力 找这金刚 都花了三年之久 你那什么狗屁麒麟 哼 不就是那些虚无缥缈的神话吧 哈哈哈哈 就这种话 你也敢拿出来吹嘘啊 依我看 你就是想坑害林兰一家 是不是 陈平安 林兰对你不保 你为何如此害我一家 叶琳达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 愚蠢狂辈 借口开盒 从今日起 你扔个战盒和他来我 打死你的腿 够了 爹爹 叶琳达 你也不求你找个门当户队的男子 但至少要找个找他实力的 你看看他 满口谎言大话 这样的人 如何让他脱口中心 爹爹 你误会他了 爹爹哥哥 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想听你 替他别说 我看你是 昏了头 什么上午神仇 简直可笑 拿我们叶家寿宴 当作他滑动 其余村的地方了吗 父亲 席动 晚安 把他做空出去 老爷子 何必着急 何必着急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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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麒麟将士 自当金脸 凡人贵 麒麟 天降异象 金光闪闪 自由神光 难道真的是麒麟 这小子什么来着 神兽都能弄的 什么狗屁麒麟 真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 看看那是什么 那不过 就是一条黄毛土狗 什么 呃 区区凡人啊 请当直面麒麟真如 亏其万一 在场所有人 都将准备到二十代 我是为了你们好 哈哈哈 这小子继续吹啊 这么说 我们还得感谢你了 啊 哈哈哈 你啊 随便 拿一条土狗 就来糊弄人 大嘴一脸 就是还一几脸 现在 被楚少揭穿了 还敢在这扯 什么愚蠢至极的瞎话 荒唐 陈平儿 请你立刻跟我出去 以后 别和我女儿来往 安自胡 把白日做梦 你都不看看 这是什么场合 你非要当个全成名流的面 你揪起我女儿的脸吧 爸 妈 平安哥哥 他只是开个玩笑 你们消消气啊 平安哥哥 我知道你是想证明你自己 但是这个 也太夸张了吧 老爷子 我绝无喜言 这神兽麒麟 拥有毁天灭的族 盆主祥瑞 亦可忽悠一方 有他在 必能保定这叶家百年之内 烹调雨顺 安康无语 老傅还没有老眼 混乱 我看你把我叶家当傻子耍怒 你这个奇葩 还真是世间罕见啊 这就是一条土狗 你还在这瞎编 叶琳朗 咱们两个之间的赌约 你算是彻彻底底的书了 谁跟你说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吉林神威 吉林神威 你要真能证明你这条土狗有实力 那我就自己认输 一条土狗除了会咬人之外 没有什么识 周围 再惨的任何一个武者 你招就能废了 不哭了呢 不哭了呢 你的栏目是你防弹车 被一条狗给吃了 什么 抱什么狗屁 就这一条不合狗 咱们可能吃掉 几十吨都是中的车 而且 是特征防弹车 是真的 这狗 突然变得巨大 一口就把车给吞了 就上个轮子 一条独狗怎么会有如此行动 难道真是吉林 怎么看到 这这 这 对 对 谢谢 小叶啊 你的这个蓝波基尼 已经被我的麒麟吃干净了 所以 你说了 什么狗屁麒麟 这瓶啊 好吧 原来是你的好算计 啊 算计什么 哦 我算是看明白了 陈平安 你故意拿麒麟做幌子 然后串通夜少的手下 喂他 就是偷窃 夜少的蓝波基尼 对吗 陈平安 你可真是好算计啊 哦对了 夜少 那车 驾驶尽异吧 好 那我这就上报司法局 你们 就等着一起进去 蹲一辈子 啊 不是这样的 你可真是什么东西啊 啊 还真是你 我 怎么着 这我挖不起 倒打 你这是污蔑 陈平安哥哥 他不可能是这种人 林兰 你看维护他 哎 爷爷 做错事就该有相遇的惩罚 你啊 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爷子 这麒麟以龙凤为时 他们的车子更是不在话 而且日后有了这麒麟的自由 为您严寿数十载更是不成问题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你啊 好你啊 怪不他说你厉害呢 一会儿 说是别人看他 快减瘦 一会儿说 啊 别人看他快演演一首 爷爷 这个人 说话尖三倒四 我看 就应该把他用到河里去喂鱼 麒麟神兽 我 上风云变怀 勇万寿无疆之父 这尊之敬之 则可得延年益寿之父 小福则免长 而你 狂被放肆 不敬神兽之尊 不畏天地之威 折瘦二世在 也就算是青了 哈哈哈哈 哎 哎 还是说你离开呀 别以为你把他嘴皮子救荣草 你也关心 既然 说这条砸毛狗 是什么 神奇御兽来着 别人看了都会折瘦 我 听不起这些 我把这条狗屁麒麟 踏断了腿 要死 叶君臣 让后果我以名言相告 你若仍执迷不悟 给我挤挤身 别怪我没提醒你 慰言总平 嗯 忠实力吧 还不快快动手 我把这条狗狗打仗出去 叶君臣 这可是平安哥哥送给爷爷的寿命 竟敢如此棒死 哼 少拿爷爷大伙 知道了 你们就是怕我拆穿你吗 动手 这 我和悟空 和悟空全废了 叶少 少救我了 你们 你们怎么都变老了 眼睛 怎么突然都减兽了 这 真的假的 这 确实不是 那么成 那花果真是欺凌 什么欺凌折少 这你们都信 依我看 又是陈平安 偷偷的对这些人下了毒 是这样 陈平安 你们可耍我 陈平安 我一直以为你虽凡凡 但并性存疗 但现在看来 是我眼瞎了 叔叔 我合作只有 知名不误 叶林兰 你二人健康分手 若你这次再敢违背父母之义 我将你担出家门 我 平安哥哥 我 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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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为人平安哥哥 不要 林兰 快叫救护车 要快 林兰 无脏俱伤 内力亏损 这变成全的名义都难以移植 这忘了医院呢 这个怎么办呀 林兰 再走 不许靠近林兰半步 都是因为你 林兰平时在家 被我保护了 我们宠的想强化死了 从未像今天这样 此次我和你在一起 他就没有好过 我们也在这个早了什么年啊 阿姨 不是的 我怎么会害林兰呢 都是你害的 林兰说非非为 把救你这个卑微的性命 他怎么会耗尽自身内力 掌精废佛 获得了今日这把田地 而你呢 你非但没有一丝的感恩之心 你还在寿命上下毒偷东西 你刺激他 你坚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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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治他于死地啊 陈平安 你就是一个窝囊废 林兰他为你付出一切 你居然敢在爷爷的授业上 丢他的脸 你就是一个 尊将仇报的白眼狼 我造会忽悠他一生 林兰这样小问题 不用你操心 你说什么 小问题 陈平安你好大的口气啊 我看林兰 林兰他要死了 小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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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 武神大人 夫人的病症 我能救 行 我信你 这下完了 林兰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身体是半魂 到哪吵迷异啊 我的女儿 林兰 林兰 叔叔阿姨 林兰的病 我能治 陈平安 这都是什么事 你居然还敢在这里 大天不在那胡说八道 你懂个屁的意思 你真是狂躁 我是不懂你说 但是 我有祖传的家族医药 我能治他的病 够了 胡兰乱 你让我们任务此人啊 叔叔 别相信我 林兰的病我真能治 陈平安 真没想到你这么不堪托付 林兰现在 危在三起 你还在这里 你不怕生死 你不做着你的白日吗 你真是辜负了林兰 对你的一片真心啊 你的所作所为 太让我失望了 在林兰的面子上 我可以饶你一遍 现在立刻给我滚住院下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老子杀无虚 我 沈大人 请建议不住 不 你们等我一下 我上个厕所上个休息间啊 哎 叔叔阿姨 你们可都看了 陈平安 他就是在推卸责任 他要顿了 原一文 原一文 他是一个比心中良的好孩子 所以我跟他瞅着眼 所以我不瞎明了 我不瞎明了 我不能真心 嗯 有什么办法治他的病 救他用 武神大人无所谓 怎么会不懂救人呢 想来是为了考验我 我不能让武神大人吃饭 武神大人 夫人的病 若是想根治 见上的太创罚 就是抓真龙炖汤 只是这陈龙实力强劲 被镇压在我们的皇宫下 数千万年 我们不敢将其放 即便是集结我们玄天帝国 以国之力 也不难以将其起的作用 放出来就行 一切由我 孤神大人 这便是镇压在我们皇宫千万年的妖龙 其能力强劲无比 一旦沾染就连神仙也要遭受重创 陛下我愿作为孤神大人的先锋 为您披荆斩棘 一群渺小的蝼蚁 竟然敢把本妖放出来 真是自不量力 看我毁掉这皇宫 不掉人族 以报我的千万年来 镇压之仇 陛下 守龙的龙心 和洛夫人的身躯和审座 真相当来 你连康剑都做不了 更别说 在康剑里只会我们生龙啊 但是 武神大人的命令不能违靠 今日 就算是我生死盗销 我也要拼尽全力 打在那条生龙 真是不自量力 我独发再次万年 就凭你们这帮渺小的蝼蚁 能亏欠我的真身 你是万事 想双灭武 你是白日做梦 有那么难打吗 不就是个小泥球吧 我来说是 你两个手指就能搅动 风银破我虎阵 你是何人 还装呢 一个小小的泥球 也敢刺成真龙 只手判真龙 杀之如碳能取物一般 不等神龙 故神大人见只手其货 果真是神威万里 别怕马屁了 赶紧顿他 我这边招着救命呢 是 可是 又怎么了 故神大人心怒 只是这真龙炖汤 需要等到黑夜之时 截取月华的滋养 方可达到最佳的效果 不就是天黑吗 这个简单 交给我 故神大人居然还有着遮天蔽日的权利 真是旷普绝今的强者 哎呀别废话了 赶紧炖汤 是 故神大人 这便是真龙汁汤 你给夫人不下之后 夫人定能脱胎换组 彻底治疗 心急之症 太好了 成了 女儿 我的女儿 婆婆 我请了大厦最顶级的神医过来 相信林南的病情 很快就会有好 星丑 你有心了 快让开 让神医看人 小姐的内伤太重 加之情绪激动 阴阳失和 需得阳气中和 服下老夫这颗五百年人增 服以上阳十八针法便可喜欢 真的 真的吗 太好了 上阳十八针法 传闻失传有上百年之久 它可是天下第一针 这五百年的人生更是有价无私之物 不过小姐伤疾根本即使醒来 恐怕也要终身虚弱 莫说恋悟 就是剧烈运动 别做了 造孽呀 我女儿本是武学天才 叶家未来的继承人 要不是这小子 怎么能落得如此的下场 林南为了她 付出了一切 而她却伤害了林南 却逃自夭夭 简直是可恨之急啊 叔叔 阿姨 郭老是大厦有名的妙手神医 千金难请 她可是看在我所家的面子上 才出手 原来是妙手神医 久仰大名 如果是神医 我女儿的爹 就拜托你了 无妨 我现在就给小姐施针 逼出她体内的寒情 荆州 这次多亏犹豫 林南若托付给义 我也能放心了 可可 可可受生中的平安哥哥 关键时候 却抛他也不够 等我们家人家醒来 我要让他和这小子 彻底断绝关系 让他在江南 难以立足 好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有我在 定会不凌兰 一定是你似的 夫人 这枚人森 你给小姐服下 不识便可醒来 谢谢神医 谢谢神医 不能为 你 你 陈平安 你这是干什么 这就是五百年的人生 林南救命的药啊 你怎么就这么能把他毁了 陈平安 你非要害死林南吗 叔叔阿姨 不能为林南吃这个瘾身 会死的 笑 老夫经研医术多年 如何施针 如何用药 还用得着你这个毛头小子来吃的 精通医术 那你难道看不出来 他现在五脏内上 军不受补 荒命 陈平安 你算哪根葱啊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农民工 你有什么资格指点 郭老神医 你告诉我 神医 我看他就是个忧虑的神棍 你 叶家既然有更高的医者 想来也用不着老夫了 告辞 神医留步 是我们招呼不受 唐出了你 我这就赶他走 叔叔阿姨 如果再让他治下去 那灵兰可就真救不回来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不懂医术 你不要陷入 你还敢走神医 到底是陈阳海 我们家的灵兰 好 把他带下去 灵兰 灵兰你醒了 妈 我求求你 不要跟平安哥哥走 求你了 平安哥哥 平安哥哥 你怎么还难过我的平安哥哥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糊汤啊 你连命都不要了 灵兰 喝了这碗汤 可以根治你的力上 你放屁 就一碗破汤 就能救人命了 你简直就是扯淡 这天底下 怎么会有你这么能吹的人 你居然还想着 拿灵兰的命开玩笑啊你 这个毛头小子也敢口出狂言 叶小姐的病 就连老夫的医师大下医生 也不敢说根治 你丢一碗破汤 治好他的病 普通的汤自然是不行 但我这是神龙炖汤 陈平安 你还做上白日梦啊 什么乙龙炖汤 这分明就是一碗泥酒汤啊 原本以为你还有一些浇的资本 没想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你却装疯卖死 患者的时间堪比千斤 耽误了治疗 你承担得起后果吗 我 我可以 林兰 我相信平安哥哥不会害我的 一切后果 由我自己承担 简直胡闹 叶林兰 他明显说的就是实话 你拿性命和他大多 你这是要气死我吗 林兰 你也虽然年龄大了 但头回眼不忘了 一碗泥修灯 怎么可能治病 我看叶小姐 被这个小子荼毒甚深 已经分辨不了是非了 不信本神医 却信这个小子的傻话 我的生死 许你交给平安哥哥 你 好好好 既然叶小姐 相信爱情能治百病 那就不需要郭某人出手了 林兰 你别犯傻了 郭老都说了 你的伤势严重 你怎么能相信这个大话连篇的陈平安 郭老 他不是这意思 叶先生不必多说 今日我倒要看看 我郭某师尊医生 都不敢说能治好的病 他一个黄毛小子 怎么拿一碗汤 李兰 李兰 你 你糊涂呀 李兰 喝吧 刚刚似乎看到真容涌动 是错觉吗 李兰 你感觉怎么样啊 叶小姐脸色煞白 没有好转的迹象 这分明就是一碗泥酒汤罢了 李兰 都什么时候了 他听他门口胡言 李兰 不是的 我 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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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主 夫人 姐 这碗泥酒汤 来得蹊跷 恐怕 这才是叶小姐 透血的原因 怎么会这样 刚才喝的不是乳汤吗 叶小姐的身体太过孱弱 真容炖汤 是上等的滋补营养 刚刚吐的血 是身体残留的淤 陈平啊 你干错是 你把琳琳害死了你知道吗 叔叔 叔叔 爷爷 这个废物刚才 用毒害我叶家弟子 现在又害死了琳琳 绝不能这么正义报告他 陈平 你害我孙女新兵 我要你付出代价 押下去 扭送司法局 听后发落 爷爷 琳琳没死 她的病已经好了 他干嘛 胡说你这个杀人犯 他怎么相信你 他死了都用生命护你重权 你怎么对他的 你还我的天啊 你还我的天啊 害人丁 只可惜了叶小姐 被你这小人害死 叶小姐病症 说道理 也是当年为了救他而让他病根 倒了自己功力大气 可他 去把你降手报 这是臭死 杀了他 给叶小姐报仇 杀他 对 琳琳马上就会醒 你辜负了琳琳 你要给琳琳偿命 不是 这 这什么情况 哎呀 好久没有这么虚强的 你好啊 你来 你没事啊 你没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好了 多喝了平洋哥哥那碗汤 而且我现在感觉全身上在特别舒服 这大家小小的毛病呀 多好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哼哼哼 好了 他这是要死了 神医 此话三讲 他刚刚 分明是病入膏肓之症 大口吐血 即便是再好的补药 也绝不可能让他瞬间痊愈 李老夫 多年救人的经验 凌兰小姐 只是在为他回光返照 再透支身体里最后一丝生命力 我老陈一说的对 凌兰刚刚明明病的还那么严重 怎么可能那么快 就根治了 啊 我明白了 肯定是你 为了陈平安这个小子 阳装身体好转 好借此机会拖延时间 让他离开是吗 怎么 凌兰的病好了 你们反而不开心啊 凌兰 你老实告诉你 是不是在强增 爷爷 我是真的好了 我现在感觉自己不仅内伤痊愈 而且功力大涨了 一派胡言 一碗泥秋汤 怎么可能治病 严凌兰 你真的是 为了这个男人 透支自己身体 最后一点生计 你知道吗 陈平安 你就是一个窝囊废 每次说大话 都让凌兰气你多 如今她冻伤在身 你居然还想着拖累她 你简直就是个畜生 咱这事实呢 就摆在面前 我又找给你解释呢 啊 啊 事到如今了 你还在你不思悔改 那么今天本少 就代替老爷子 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畜生 来人 谁也不想伤害平安哥哥 啊 啊 林安 林安怎么扛得起两个大男人 这少说 该有三百多斤呀 无此的经历 绝对不像病死的 回宫返照 灵兰 你恢复了 是啊 多亏了平安哥哥那碗汤呢 我现在感觉自己不仅恢复了 而且功力尽一大涨呢 只要你健康就好 原来如此呀 灵兰小姐确实在大补植物的作用下 才恢复过来 再加上老夫的上扬十八针 蓄了元气 既然灵兰小姐已经恢复如初了 那老夫就先行 告辞了 哎 郭老 你是这样 诸位 是因为神医的上扬十八针 才让灵兰恢复得这么快 上扬十八针乃是天下的医生 若非郭老恐怕是找遍整个大厦 都无人可施吧 啊 可是灵兰的确是喝了汤 还恢复的呀 叶叔 你不会真觉得 一碗十分钟倒户出来的破汤 真的把垂死之人给救夺吧 显然 就是郭老上扬十八针的功劳 所以 上扬十八针 才是真正的救命之宝 什么狗屁上扬十八针 在我的龙汤面前 连个屁都不算 沉冰啊 想抢功劳 连他们脸都不要了是吗 啊 还敢说什么龙汤 你以为龙 像你们乡家的大鹅一样 那么好抓吗 叶军臣 你给我住嘴 我不管那是不是龙汤 但我确定 就是那碗汤 把我给治好了 而且啊 这碗汤 就是我平安哥哥 给我找的天才地宝 林兰 你醒醒 啊 这个废物一没钱 二没势力 他有什么实力 获得天才地方 你告诉我 楚少说的对 林兰 你让他给骗了 一会是麒麟 一会是龙汤 他就是个 什么能耐都没有 只会满口大话的废 坐井观天了不是 不过 就以你们两个 那微弱的实力 确实很难理解 我的 强悍 你说什么 你很强大 你告诉我 你哪强大呀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好的很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我倒想看看 你这个没有 练过武的废人 到底有多强 行了 林兰刚刚好转 打打杀杀 剩什么样 爷爷 你再闹就滚回去 行了 叶少 给老爷子一个面子 毕竟像他这种 舍无腹鸡之力的 弱鸡 你跟他计较 不觉得太掉份了吗 你个废物 我给你一分钟油 滚出这里 我就饶你一命 经历之王 狂妄自大 不过就你那点实力 确实是在我眼前 就像是 跳梁小丑 陈平安 你胡说什么呢你 平安哥哥 你别说了 你说 叶君臣的武功 是跳梁小丑 那按照你的意思 叶家上下修的武功 都不行了 陈平安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诸位可都听到了 不是我执意要惹事 而是他 再三挑衅 既然他主动邀约 那我作为叶家之人 岂有不战之力 陈平安 你疯了吗你 你刚才你说说大话 你也就罢了 你要是和叶君臣打起来 你呀 小明就丢了 叔叔阿姨 我说真的 他要是能在我手上归一招 那都算他厉害 你知道吗 叶君臣 那是我们叶家 青年一代中武功最高者 那位居江南龙虎榜第十名 两年前 那已经将明镜修成了暗戒 一朝一世 那都有连绵不绝的暗戒为真 每一丝柔剑 都如更正一般的催金钻月 你觉得 你还能打吗你 他是暗戒武者 可我 是仙人 陈平安 你可真会做白日梦啊 好啊 你若是敢自称仙人 那老子 便是太上老君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蠢话吗 陈平安 黄九 陈平安 仙人已经绝一千年了 曾有储家三百年前的老主 连之五道学殿 放当他砍一剑 先到门砍之外 世上再无仙人 谁让你宰仗 大方决策 我看 这个废物 就是来爷爷受验手捣乱的 正好 本少暗尽大成 正想找人练手 陈平安 既然你主动找死 那就别怪不成全你 谁也别想杀害我 平安哥哥 林安 赶紧收手 爸 平安哥哥犯的错 我来的 你拿什么的 你重病刚愚 你怎么能和君臣对决 你你亲死爸爸妈妈了 爸妈 我只是想保护平安哥哥 谢君臣一朝一世 暗戒可透体而入 催近断骨 平安哥哥 他又不会武功 我要收手的话 平安哥哥 我真的没命了吗 到了这时候 原来为了我 竟还宁可站在全家队里 杨先生 你不是自称仙人吗 怎么还像个窝闹呗一样 什么事情 都让你们拿来啃的 楚行政 我甘愿守护平哥哥一辈子 与你何干 我听了 是啊 我是个男人 你给我在哪里身后 我自己挑的事 我自己可以谁个人 算你手在当 是啊 不能为力 这皮肤之勇 算不得明智之绝 平安哥哥 你呢 是我选择的男人 我绝不可能 让我的家人们这么侮辱你 接下来的事 交给我吧 好 既然如此 你出手 我给你压制 林兰身体 刚刚回复 锻炼锻炼身手 以后 粗脚 又缺脏 嗯 陈平安 你怕就是怕 坐在林兰的身后啊 就好好当你的诺 还大言不惭的 压阵 好啊 我今天倒想看看 你有什么能力压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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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这武功禁忌 熟子之快 这安静时发 永如闪电 卑里强大 恐怕龙坊前五的实力都有了 但是林兰的实力 虽然会到了巅峰 和君臣对决 还远远不及啊 林兰 只要你现在答应嫁给我 我可以帮你出手吗 我还没说 林兰 林兰 都怪你这个混的信口看死了 这又不是你 我们林兰也至于 装这样的罪吗 古神大人 就我们全天帝国于水火之中 为我们恩仲庐山 燕燃印线上上古神话古堡 五指山 万年人参和上古神兽麒麟 仪表感谢 这雷火铃声都如此厉害 那这五指神山戒指 肯定更强 林兰 不会输 叶林兰 我没有时间在这跟你耗 既然你不认输 我总大废你 好了 你想把你妹妹打成什么样 兴业 别再胡闹了 谁说我们要听什么 你既然打上了林兰 但今日我必让你付出代价 我相信的 你还胆敢在这大胜军词 你是要林兰的命吗 陈平安 你个孽障 你是什么狗屁仙人吗 叶林兰 你这看人的眼光可真够长的 挑个废我也就算了 没想到 还是个满口大话 不顾你全家死活的 蠢货 还仙人 我呸 林兰 你这是何苦呢 我按照林兰小姐 练了 听到废物的 去送死 我呸 陈平安 你个处死 叶小姐 为你获出了一切 老爷子都确下请站 大 为了面子 逼着叶小姐继续出站 你这是非要打死吗 陈平安 林兰的状态 你不清楚吗 还要打 你安的什么事 林兰 小姐 叶林兰 当我继承人的路 先送你上路 接着打 叶军神 找死 这怎么可能 我都说过 以他的武学造业 干嘛奈何表 什么球 堂堂叶家 未来寄上人 竟然被一招打败了 我把你钱 我都告诉了 我一直下屈之客 即便 说你下 一招都过不了 什么爱的 天安哥哥 你的武功 竟然 这 这么高深莫测 当然了 林兰 我有能力 听安 你有如此武学造业 为何一直 一闪三不弄嘴 是我们误会你了 难道真是老夫 他又走了 这老爷子 您可是纵横江湖 数十年的武林派的 他若是真有什么 深不可测的武功 您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话何意 我们可是亲眼看见 深恩 他 外耳真全 是啊 即便是再强的武学高手 过招也会留下 记得 可是刚刚叶少 和这个小子对招的时候 身上 才毫无任何打到环境 这说明什么 嗯 说明 这个小刚刚 根本就没有碰到叶少 什么 据我所知啊 叶少前几日 刚刚和龙虎榜前十的 高手决斗 想来是受伤了 再加上陈平安这小子的 频频挑衅 导致内伤激发 这才偷了血 最重要的是 这个小子 几个小时前 连我的下手都打不过 大家可都是亲眼所见的 难道 他一天不到 就练成了绝世武功吗 君神 这身上 真的一点痕迹都没有 果真如此 上午的时候 陈平安 的确完全不是 楚少首杀的对手啊 古权世家最忌讳 胜之步 这小子 令我叶少爷 旧伤取胜 真是吓过 楚大少啊 你们楚家 是不是 从来不练 练表演 满口狭想 浮游亏天 你都不知道 你在我眼里有多可笑 陈平安 你居然敢羞辱我楚家 你是不是一掌 北上今日 你是 是 陈平安 接招啊 花花架子 本少三岁习武 十八岁便修成案情如今 内境外放 东西已成就凭你 也敢想朝北上 内境外放 离铁三尺 没想到楚少年纪轻轻 就达到了宗师境界 宗师之计 外报内境 开平次 都推进断 放眼整个武林 宗师之计上的人 也不够术实 那奴夫把第一 被楚少了 宗师面前 叶军臣豆排把难及 陈平安不思量力 但敢挑衅楚少 这是踢到铁板了 怎么样 陈平安 若是你现在给我跪下来求饶 并从这里给我拔出去 说不定 我不能饶你 巧了 我也最后给你 骗子的 一楚行舟的实力 他可是龙虎榜排名第一 咱们还是 别跟他这脚 快给楚少道歉 楚少可是诸师 一旦动手 离铁的内境 将摧毁你的五脏六腑 让你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 像你这般自不量力 惹是生非 情人就是真的跟了你 那我们便害了林兰 懦弱和忍让 并不会得到太贵 还会被有心之人 得寸进尺 和我恰恰有足够的事 区区宗师 能耐我喝 哈哈哈哈 区区宗师 陈平啊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啊 我无需进你身 隔着三丈 便能让你逼你 威力不可想象 你 怎么跟我打呀 我三丈 那我要想杀你 即使千里之外 也能娶你口 正好服用了雷火 还没试过这掌控雷电 这雷火铃声乃是极品营药 不下后即可转为雷火圣体 将会掌握着天地的火焰和雷电 简直是荒唐 陈平安 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吗 真是不知死活 连宗师境界也敢挑衅 还真以为自己有点小手段 就天下无敌了吗 和千里毙命 亏他说的出口 天下武者 便说更蒙派武功 我就从没见过 牛身难过使用出千里毙命的能力 陈平安 你今天的牛皮 吹得可是越来越大 正好 本校今天 给你个机会试试 咱们也不说 实力 就这实战局里 我就站在这儿 让 但若是 你打不着我的话 就立刻马上 给我跪下磕头 并且 让我退了 死之 怎么样 既然你自己一心求死 那我只能成全你了呀 平安哥哥 就连是宗师 他也只能内进立体三尺商人 这实战的距离 根本没人能够做到 他分明就是看你不会武功 他简直是社局害你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他一开啊 林兰 你放心 我既然答应他 自然是证明我有底气 无识者无惧 就连世界上 最强的武者 也是格武使财的商人 劝你 还是放弃这场主局嘛 无需斗背口说 接下来 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 先发生 陈平啊 何止你说 实际上杀人 原来就是 把眼睛给蒙起来 做白人梦啊 你可真是要笑死我了 还以为憋了个大招 原来是拉了一头大 就这还自吹自泪 能打压武学强者 哎 叶小姐就是瞎了 一直看上这么一个 空空说白话的情形 我呸 把这小子给我赶出去 我叶家的脸面 都快被他丢尽了 叶叶 叶林郎 知道如今了 你居然还护着 你看看这个小子 像什么样子 还说什么 得着实障伤人 我就在这帐 他这个纯包 敢伤我一下子 谁说不敢 谁说不敢 天 天怎么突然变色了 难道他竟然 引动天象的实力 什么引天东西 你我看 就是装神弄鬼 这跟夏之 本经殷勤不定 跟他没有关系 天地听我号令 雷来 雷 可此此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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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问话 弹指下来 这是人能做到的事吗 这下说的是真的 我看这个天地招着性 这都是我 他妈是把束啊 天哥哥 我没看错吧 这怎么做到的 那是自然 我答应你 那都说明我心里 还是没有底气吧 天哥哥 你太危害了 天 请素老夫刚才实验 你这是什么武功呀 这 这你搁着石杖 你用人召唤雷霆杀人 这以前在江湖上 从未听说过 有这恐怖武学呀 这一击 如此威力 将真是害粗 即便是传说中 那几本最强大的武功 在庆安雷霆武功面前 那也瑞瑟的多 这到底是什么武功 因为 这不是武功 而是 干什么玩 饶死 爸 你拿着 快救救我儿子 楚家驾驻 楚行州的父亲 楚行云 这可是大小 排到上号的强者 听说 他的实力已如大多世纪 整个将来无人能听 你看了 他是来替楚城报仇的 楚家驻 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 毕家驻 全子在夜家寿宴 被这毛头小子手上 你作为家驻 就事而不理 莫非是 心存包庇 误会了 武功平安 身怀绝世密集 自首引动的天雷 实力 高深莫测 这才 几败点出上 两个人 只公平决斗 我自个不好擦手 什么狗屁 你能听来 我看 做着毛的小子 用了什么不见不得人手子 把你们唬住 出手玩 臭电吐血罢了 我看 你就是想 帮你 这不可能啊 我们亲眼所见 抱歉 夜家主 夜老爷子 电路不知为何出现故障 多处漏电 这才导致楚少 触电受伤 本次厌负的赔偿 由酒店全力承担 我就说吧 你小子哪来这么大腿的 虽然敢伤本少 好啊 你敢耍手段 你找死 竟然是漏电啊 楚家主 漏电一事 也是酒店的突发失步 这恐怕 怨不到临安头上吧 早不漏电 晚不漏电 正好好玩 绝对说漏电 这不是耍手段 还能使什么 这 你实话实说 是不是你 一夜照 不见太子 我背他个小小的 楚行舟 何须手段 倒是你楚行云 身为堂堂江南第一高手 这心胸和眼界 不过 还敢欺负四皇 看我不废了你 住手 夜下主 这是何意 楚家主 这里是我夜下的地盘 冒然对我夜下的客人出手 只怕 太合适吧 他中伤我 此事 岂能八头 夜苍蓝 我警告 交出陈明安 否则 别怪我楚行您 心狠熟了 你夜下马门 尽数不灭 这 家主说的对 陈明安 跟我夜下毫无关系 凭什么要我夜下给他背过 爷爷 把人交出去 我不同意 住他家主 是楚行中的挑衅在先的 而且 他还让我平安哥哥 在时尚开外的地方去伤害他 而且平安哥哥他做到了 这是公平对决 你说 你凭什么要走过平安哥哥呀 林兰 刘兰这个时候居然还敢站出来 为我直面楚雄云这个江南第一高手 好啊 你们夜下好的 我写给你们夜下 一天时间 好好 时间一到 交视陈明安 夜家复灭 行走 行走 爹带你去疗伤 不用 雲兰 太冲动了 不好了家主 夜家被楚家包围了 夜家上下 老弱富庶 没人拿枪对着 生命追味啊 什么 我跟的人说 一天之内不交出陈明安 夜家上下都得死 简直亲人太甚 我夜家 好歹也是一流动于世家 既然被 下载包吹危险 当我夜家 不认了吗 平安哥哥 你快走吧 这楚雄云实力强大 听闻你是大宗士 我爷爷和他 也不是对手 我怕是 护不住你了 我 不能走 夜明朗 真会打算吧 夜家 陷入江区 都是因为他 他派沛逼谷走了 像话吗 平安哥哥 他又不会武功 他留下来 不过是多一个人受杀而已 老家 势力庞大 家主江南无敌 人家 指名典性要他 他走了 难道让整个夜家 给他陪葬吗 祝贺 爷爷 老爷子 楚雅和夜家 早有见面 他楚雅 不过就是想拿这件事 借机发挥 虽然是陈平安这小子 天脸 但我夜家几两 天塌了也不能忘 身为武长 要用荣辱之心 若畏首畏尾 谈什么武 说的罪 大不了 我们跟楚家拼了 我 故事大人 修罗门大举进犯 帝国危在担心 求您出手相救 怎么回事 这个小人世界又大下来 我得看看才行 多谢爷爷 保密平安哥哥 我林兰愿做第一人 舍命一战 那你们先回夜家 我随后就来 我看你是怕了吧 我夜家 就是因为你才染上楚家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现在我夜家 即将灭门 你却满脑子都想着逃跑 你可真是个白眼狼 白眼狼 平安哥哥 我想要救你 这卡里有二十万 赶紧走吧 买个机票 赶紧走 林兰你放心 我很快就回来 很快 不能走 御室退缩 只能吹牛说大话 成匹夫自勇 却无半点实力 林兰 这便是你所选的洋人 爸 你别说了 平安哥哥 他 只是一介凡人 楚家势力庞大 武林高手枪炮弹 要估计都少不了 我得多着点底牌 才行 尔等蝼蚁 竟敢杀害我们 失血某族 今日 我便学习你这皇宫 为我某族报仇 你休想 我这九死无生镇下 醋无生魂 方杰 你已是强弩之末 给我死 吃地狱烈火 九死无生镇 这可是上古禁术 你们怎么在用这些 哎呀 竟然知道 那还不快树水救济 绝无可能 我绝不会让你 伤害我们的子民 冥顽不离 我这炼狱之火 焚烧千百人 即便是大王金仙来了 也毫无用处 今日 我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 这被烈火焚烧的东西 大头 我真的就要明觉 你死了吗 过来个鬼 你上来就让我看 这么残疾的地方 千亿 你不能死 谁 父神大人 求求你救救 我们玄天帝国 好多苦衷 风妙 我这炼狱之火 他九子无声阵 即便是昆仑金仙来了 也无尽于事 你算了什么东西 管你什么火 我以后痛快就能解决 顾神大人威武 顾神大人威武 可笑 还真是可笑 我这阵法 乃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阵法 其禁止 极其凶煞 这炼狱之火 更是九州第一神火 就算神心触碰 也会灰飞阴灭 你说你 一口 痛快就想灭 我呸 陛下 你还是快逃吧 地狱之火 几乎无法可灭 古神大人即便神动广大 再受用痛梅灭火 实在是有些离弃了 陛下 地狱之火 绝不会被唾沫灭掉 即便古神也不行 您若情信 失去了唯一逃生机会 那我帝国前途卫义 还请陛下三思 对 古神大人 只能容你们智慧 若不是古神大人 我们玄天帝国 早就信奉皇府了 求古神 降下甘霖 拯救玄天帝国 古神 降下甘霖 拯救玄天帝国 你以为你们故意拖延时间 我就会帮你们 炼狱之火 给我起 烧死他们 口祖玄河 叶降甘霖 古神大人 这是神通宝大 堪比造物者的存在 这可是炼狱之火 上古神火 土下破莫便解决了此次危机 真是空前缺后啊 不光是炼狱火 号称其他的九属 无声阵地被瞬间摧毁 就是十个大楼金仙 实力也比不上 莫非 这银河还有起死回生之将 你们身上所受的烧鸭 全部恢复了呀 多谢古神大人 救命之恩 古神大人威武 古神大人威武 其他练义之火 我的阵法全没了 这不可能 小东西 接下轮了到你了 古神大人 我错了 你就 你就是当放了个屁 放我放了吧 别给人他饿得很 可千万不能饶了他 有道理 那是把他们收尖呢 还是油炸呀 不不不 我有先法秘迹 还有珍藏千年的宝贝 古神大人 只要你不杀我 我都入手放上 你拿来看看 你在弄我玩吗 一把破一把一把破豆子 我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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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秘法 乃是我修罗门的 不传秘法 万法典籍呀 上面记载了 数千种的秘法生托 那些豆子呀 都是天兵天教的金破所化 你只要将他们都洒出去 就能得到无数的神兵了 行吧 那你可以走了 啊 哎 跪跪跪 有了这两件法宝 对付楚江那不是首盗亲来 灵兰 我来了 上 楚江你们你们如实 还号称江南上流五血世家 我看着实力 还不如下举楼氏族 放弃无畏抵抗 交出陈平安 绝无可能 不知死活东西找死 啊 杰烨 杰烨 楚县正 你 你卑鄙无耻 先前我对你百般讨好 你却置若我们 偏偏维护那个想 现在 我楚家尽散 但你们整个叶家 沦为阶下囚的时候 你 叶灵兰 也得乖乖地比我跪下 对着我 县媚讨好 有假 是我叶家 看错人 没曾想 竟然是个一关情终 一关情终 爷爷 爷 最后 再给你们的机会 交出陈平安 我楚家 可以既往不咎 我叶家 曾曾奥 不是威胁 有我老夫在 谁也不能伤他们 一分一分好 宁丸不灵 既然如此 我就废了 爷 老东西 你敢动他们丝毫 我娶你们楚家够命 陈平安 陈平安 你快走啊 叶灵兰 你真是老了 崩溃了 怎么会幻想看到 陈平安的船墙过来了 陈平安 夜下里里外外 都被我传家帮死了 告诉我 你真是精神 老大 让我家说 墙兵里住在哪 你说什么 上天遁忌 出入自如 这他妈是法术吧 什么狗屁法术 不过是 你去障眼法 陈平安 别以为用了刁种小弟 怎么下 我们楚家 什么事面为敬 呦 楚家来的人不少 怎么 陈平安 现在知道 你还不乖乖的 束手就擒 我还就告诉你 这些 是我楚家的精英武者 包括外人 足足天天有余 个个都是暗军之上的狗屠 杀你 如同杀狗 不错 今日我楚家投避夜城 同志武林 是挪着唱 你挪着风 人的了解 不过都是这些 虾兵蟹匠 都屁而已 骗哥哥 你别记住他们呀 好啊好啊 陈平安 你死到临头了 还敢在这儿 大眼不死 这些武场 随便拎出来 都足以把你打得灰水 烟灭 现在 你还敢断言 这是虾兵蟹匠吗 至于你呢 叶平安 今天 我告诉你 人多 就是 我楚家 折服百年 招贤纳事 这千名武学高手 足以让半个主名 为之亲父 而你们叶将 便是我们楚家 丹林霸主之位的 垫脚池 废话什么 都给我杀 门 怎么 陈平安 现在知道怕了 要给我下跪求饶了 这比人多 我还真没在怕的 陈平安 你拿一把破豆子出来 干什么 怎么 你饿了 在这儿 这宝贝神通广大 能够瞬间化于万人神将 你怎么出家 不合理 陈平安 你在这儿 跟我玩呢 一把破豆子 就能变出神将了 在这儿跟我唱大戏呢 你还真以为 我楚家千名武者 在这儿 跟你玩霍家家吗 爷爷 他就是我们叶家 先防百计 想要庇佑的人吗 你的蠢货 为了他和楚家 一死相拼 你们杀不杀 陈平安哥哥 你不是说你 做费就走了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这普通的人 能鼓足勇气 来到这个场面 不为生死 不为我一家的风范 请安 你很不错 但是就该来 你有这份心 原来没有看错人 败局已定 你没有必要一起来生死 我特地来救你们呢 这张言法和小出名 想要对付大宗师 难以登天 你啊 趁早你还能保一个 放心吧 各位 我带的人多 这楚家 恶得保不住 到临头了 还敢大言不喊 我上 我踏平 陈平安 这几个强者 可都是龙虎榜前十的高手 今天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 我告诉你 你也插翅难逃 废话什么呀 一起上呗 那不给我塞上汗的 叶家上下 不留伯格 给我上 为父神大人 这什么情况 你现在到哪来了 斗成兵 这个人先人的密法 不非是先人个屁 无非就是最低等民间杂技 障眼访法 你我看 就是陈平安这个小子 耍出的江湖把戏 荒谬 我这些武者 可是高手 与哪些 只做的人影 就能糊涂过去吗 你要是不信的话 这怎么就得到了 但我破了这些指人 便拿你几天 给我上 我 我 我 不 武家手里架到武道墙上 上街 看神半病为 这股力量加起来 莫说是叶家 就算是激行整个江南 武道家族之力 都不是对手 竟然这么轻易 就平安打败了 林兰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平安 他并不平衡 这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不可能 我这些强者 可都是新挑戏选出来的武者 竟然被你用肚子化作的人给打败了 这不可能 我这些可都是天兵天将 莫说是这些武者 就算是对付你们 那也是受到起来 究竟是何人 本作 乃仙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仙人实在于世家传说中 从有人真正见过仙人 你没见过 我带着 我手可摘取星辰 翻日手为云 覆手为云 不过以你那点微弱的实力啊 确实无法学 知道你在说什么 能修习武学之人 你是人上之上 即便武学修到极致 号称 戒神不患 打货虚空的武圣高手 也做不到你口中的程度 你这定是什么邪门武功 还想冒充仙人 陈平安 别以为你会变点戏法 趁机偷袭我楚家的武者 就可以在这里冒充仙人 你不过就是学了什么邪功 就开始飘飘呼了 那你到底 看来你真是得意忘形了 忘了老公 是武道大宗师 那我就亲自做事 让你知道 在真正实力面前 任何和什么邪道 都不足以心 好啊老东西 最后我也想打你很久了 小心啊 杨阳哥哥 你可千万不能清敌啊 楚家家主可是大宗师禁戒 是实力顶峰 钢气呼气可刀枪不入 这烧油不顺 你就会危及生命啊 哈哈哈哈 完了 我真的取你性命 护体干净是这种 大宗师的护体刚气 刀枪不入 就连忠师之下 处不及死 你现在要是跪地求饶 我还考虑 给你留一句全使 忘了半天就这 还不如来个 金钟罩的先法呢 陈平安 你小子死到临头了 居然还在 等我先用护体刚气 把你打成肉泥的时候 我希望 你还能笑得出来 连老夫 这大宗师的护体刚气 你也瞧之不上 那可愿意与老夫一睹 睹什么 先生服 生服论 你若赢了 老夫退出 公子不在 你若接不下老夫拳 业家上下 都将因你参死了 杨阳哥哥 你可绝对不能答应啊 楚村云在大厦宗师中 你算得上前三 他的实力绝对不可想去 就连我的爷爷都比不过 平安 楚村云早已是大宗师先锋了 他的实力非公交可 他的护体刚气之下 更是无人幸存 你可别中了他的计呀 我答应 坏了 那可是大厦宗师 一仗便能拍裂钻石 别按贸然接受毒斗 那是太惊敌了 叶家此案 再劫难倒 你们放心 我看他不过就是个战役 大 大的口气 受死吧 我这匕首 费了时间 七七四十九种去 处置病 有钢技加持 陈平安 你必死无疑 不好 他还有个东西 不要 不要啊 平安哥哥 平安是为了给我们拓延时间啊 那是我们恨了平安啊 我的时候 这孩子比心存量 虽然没有强大的实力 但是他却是一个有担当的好男人 是我们对不起这孩子 楚兄人 其楚家卑鄙无耻 阴险狡诈 枪杀 枉为江南领袖 只要能达到降的结果 卑鄙无可 接下来 就轮到你们叶小 叶琳兰 你倒是让你的好平安哥哥来保护你 哎我看 你倒挺有几分姿色的 今后 你便专心 不是我 做我的小妾子 你说话 我也不会骗你这个禽兽 叶琳兰 也给点不要脸啊 你还以为 自己是什么叶家的千金大小姐 啊 你真当老子捧着你啊 胡青少 你犯了我女儿 狗子你瞎让什么 爸 别着急嘛 很快我就会送你叶家全部都下地狱 到时候 你们就会整整齐齐的都在 你解决我解 当时陈平安以他的性命做赌注 若是他输了 叶家上下灭门 这可是他亲口承诺的 干嘛 你快找 谁说的 你这怎么可能 你的头不是已经被砍下来 你怎么会说话 谁说我死了 啊 接下来 轮到我了 这不可能 世贤人 不可能做了事 得砍他投入你 怎么可能 死而不争 骗哥哥 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 难道 难道陈平安 他真的是仙人 没错 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接触 但是你们不是好歹 没办法了 我 不装 爹 他把癌着你 我就是谁 陈平昌 那既然我还活着 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追马去死了 不不不 陈平安 不陈平安 是我有养国猪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求您 求您饶了我们一命 前辈 往开一面 你让我放过你们啊 可是你没有何曾放过业者 何曾放过我呀 既然你们不想赴死 没关系 我亲自送你上 既然 你承议要我们死 方美舅 不守下就行了 我楚家不畏意死 有功法后生 对面没有一阵 不错 陈平安 我楚家功法 龙虎功 乃是天下 传奇功法 人人畏惧 我和我父亲 合力打出 剑神不坏 打破了虚空之计 就算你是仙人有 难道仙人 便可以目控一切吗 没错 仙人就是你吴着强 既然这么不信 试试我们的手段 请走 一起上 老子 出门在外 别那么狂 今日 别让你点略下 我楚家的 传奇功法 好强的力量 天阳哥哥 你有小心啊 没事 就他们这三脚猫的功夫 大子不惨 你给我死 接下来 轮到我本地了 你不要认识 你不要认识 原来你们安全了 平安哥哥 原来你真的是仙人 你没有骗我们呀 傻丫头 我几时骗过你 原来 之前是我们说话太低 误解了你 我们叶家 给你道歉了 你小子冒犯了你妹夫 快跪下给他道歉 妹夫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是我最见 以后 你这是我爷爷 你是我们叶家天 叶家神 平安 是我有眼不住 你救了我叶家 你受死一败 使不得 叔叔 你哪有岳父败女学的 平安哥哥 你说什么呢 我们还没结婚呢 小孩子 我这就操办你二人的婚事 祭日成婚 爸妈 你们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当然了 就平安照顾你 我和你爸呀 一辈子都放心 谢谢叔叔阿姨支持 平安哥哥 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我要给你生 很多好多海鲜 叶绿兰 我爱你 bod 别忘了 不同 所以 谢谢观看